今天也是社区隔离设施酒店第一天投入服务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问题想知道 我们请来第一个集团参与这个计划 就是帝胜集团的总经理 Anita 你好 Anita 你好 首先代谢香港的市民多谢你们的集团 你们知道现在隔离的设施很短缺 有你们的帮忙差很远 不过我想问问你们集团有多少房间 多少间酒店将会投入服务 我们帝胜酒店集团 总共有五间酒店 大约是2000间房 就会投入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服务 那在今次当中有什么措施 你们预先要做的呢 其实我们今次最主要加了 有很多智能的设施 譬如我们会加了一个智能的消毒全新的站 在很多不同的围住在酒店上 方便同事或者客人可以360度噴霧消毒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有的机械人吸尘 以及这个机械人可以在楼层里面做消毒 每一间房和楼层和公众地方 我们都加了空气清新机 另外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快速测试套 给我们的同事和家人 让他们确保我们健康和安心 另外一件事就是政府也支持我们 提高了最高的装备 的检疫装备 譬如他们有专人来我们的酒店 帮我们调身定做一个面膜 是N95的 确保我们哪一个类型的N95 是適合我们不同的同事的面影 亦都有专人来我们的酒店 帮我们做检测 即是说安全很多 因为以前在酒店里面 都是做普通隔离 因为今次很多可能是确诊者 可能戒皮的级数可能会高一点 对 不过入住的时候 我们都若然有机会进去 我们都担心什么呢 就是膳食方面 因为在隔离当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饭吃 吃什么 那你们怎么安排呢 因为都是安全的原因 那我们就分了三个时间 是早餐、下午和夜晚黑 那我们亦都希望多元化一点 那在膳食方面 譬如我们有中式、西式、港式 那我们都加了一点点日式 那素菜和都有的 那大家也明白了 那去到确实真的不是假期 在隔离当中 不过大家希望可以尽量可以在一个安全 有舒适的环境里面做隔离 但是入住的时候 你说如果都很想说 那几款或者每天的餐单 是否入住的时候 你们都会选择和选择呢 是,我们有一个14天的不同款式的餐单 譬如他进来住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他看 但是如果有些人说 我又很喜欢吃这个菜 但是我不喜欢吃猪肉 那我们就会尽量帮他 譬如牛肉或者海鲜 但是又不要改太多了 是, 没错 因为要预备很多不同的朋友的餐 是 不过也想问 因为有时去到酒店就忍不住了 是不是我早上那三个小时 时间随时召唤 屋服务 我想要来 是不是这样的呢 那不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要确保我们的同事 很安全 譬如说我们每一次送完餐之后 譬如那个走廊 我们做一个深层的环境消毒 明白, 明白 我们一定要这样一次过做 没错 定时根据你们的指定的安排去做 就是我们叫on call 不是这个情况 那女士我会想 当然 在旁边的房间当中 可能是一段时间 未知多长的 是, 没错 那些卫生 清洁, 房间的清洁 日常的可能的生活 想有些的洗衣等等 是不是都有适当的安排呢 有的 我们会给足够的 譬如床单 接着就是毛巾 洗头水 清洁用品 接着譬如一些餐具 我们用一些环保的餐具 譬如洗肌精 布 如果真的需要用的话 就可以用到 但就是房间自己做 就是提供我们要自己在房间自己做 是的 那当然 就是 在里面里面 有些可能是确诊者 是 如果譬如不舒服了 吐了 那清洁那些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立刻要跟卫生署通知他们 先 就是确认客人 他不是真的很严重 然后我们会安排转房 给他 都是让他确认客人 他够时间 真的 康复之下 我们才会进去做清洁 另外 至于我说在住的当中 可能定期都需要做检测 这些就是卫生署那边 是他们会去做一个接引 他们安排 他们那边会做安排 那我们一定 我们酒店就会全力去协助他们 那哪些市民是 有资格可以入住你们的酒店 那这个就是政府会安排的 那是一些无症状 或者是一些轻症状的患者 他很有治理能力 和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 那这个政府就会安排 那这样 不过就是政府安排 就是说可能你有这个症状出现了 你去了不同的地方做了测试 或者是拿了个结果之后 就是安排 就不是你说你想解决 可能日后会有更加多的 社区隔离设施酒店 就不是自转 明白明白 那我想问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应该打哪个电话可以帮得到 那政府现在有一条热线的 可以给客人和患者 都可以打电话去查询 那当然如果家人入住了的话 那我又遇到一个问题 那我又不应该打个业线 是吧 当时是否可以找回你们酒店 可以的 又或者如果我突然间 可能入住的时候 我欠一些东西 我真的很急需的 可不可以找家人去提供呢 是可以的 其实他可以把他的物资 拿来酒店 那我们就会帮他送上房 那就明白了 可以安乐一点 是安乐一点 带楼的东西都好 都可以见亲戚朋友 再拿来给你 是 好 谢谢Anita 辛苦你们了 谢谢